咦?大師?是不是那隻鬼來的? 不是!外星人來的! 喂!我來找阿鼻子去哪來的? 是那隻鬼捕捉外星人去上班的! 這樣也行! 原子民道第十三台銀河照鏡 一個字,即是怎樣? 怪!照! 好!又回來新一集的銀河照鏡了! 坐在我們面前的有大師! 我面前的就是有阿爪飛鷹! 搞得很亂! 大家都覺得你是阿爪還是飛鷹? 我全名叫阿爪飛鷹! 哈哈哈哈! 那他是不是比較鷹? 不是的! 人家聽錯就會變成阿爪飛鷹! 就叫了別人! 哈哈哈哈! 我不敢做那個阿爪飛鷹! 太厲害了!太強了! 哈哈哈哈! 不是啊! 我叫歌倫大師嘛! 又不是ABC嘛! 我不是日本人! 我不需要四個字! 哈哈哈哈! 那應該比較正一點! 龜猛! Anyway! 好了! 回到我們新一集的銀河照鏡了!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的元天文道! 第十三台! 是的! 連續四集的這個Cross Over 離王府 又完了! 暫停一下! 又回到我們原本的銀河照鏡! 講到這一集呢! 我們是誰接領呢? 今集已經去到雨水了! 雨水! 我們剛剛三法市前那一陣子就下了大陣雨! 哈哈哈哈! 一段下雨! 基本上一下雨! 香港都說一下雨之後就開始凍! 那這集播出的時候呢! 已經是差不多... 下了一個月之前都已經開始下雨了! 那我想已經開始凍! 過了農曆新年了! 是! 先講一句! 恭喜發財! 萬事如以色的健康! 因為雨水今集呢! 出街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年初四來的! 沒錯! 所以我們是錄音! 我們都要跟回這個... 這個... 環境! 對不對? 跟回這個節氣! 跟回這個日子! 新年發財! 祝大家不勞而獲! 是的! 今天我們要我們今天的鏡台呢! 是蒙茶茶片的! 特地的! 我們是故意的! 特地的! 因為我們都不是銷樣! 講過很多次! 這個節目是廣播節目! 是不銷樣的! 我也不覺得聽眾會看我們的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管我們的畫面! OK! 就只有它蒙茶茶! 可以聽就算了! 是啦! 聽就算了! 很多人開了一部機! 跟著就走了一路去洗手間! 去洗澡啊! 是啦! OK! 所以就能聽到的! OK! 畫面有了它! 有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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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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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代未必聽過這個名詞! 什麼叫蒙泰奇? 什麼叫蒙泰奇? 蒙泰奇式電影是什麼呢? 其實大師我也沒有聽過! 我也覺得自己有點過分! 是! 是! 很多朋友呢! 有些新的加入來的聽眾呢! 是! 他們也會在那裡說! 他們以為! 銀河焦劲呢! 因為連續四集呢! 我們都會說一些鬼故啊! 靈患啊! 甚至乎有時候有些所謂的 原學方面的東西啊! 是! 所以很多人的新的聽眾都以為 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只是說這些幾乎! 就是與原幻! 鬼異! 科話有關的東西! 但是其實呢! 我經常想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節目呢! 本身是一個! 純粹吹水娛樂搞笑的節目來的! 我想做一個是crazy一點的! 就是只說笑的節目來的! 只不過! 鬼故啊! 什麼靈異事件啊! 什麼科話的東西呢! 在這個! 這個! 節目裡面的一部分! 是的! 其中一部分就不是全部來的! 只不過剛巧! 因為過去那幾集 Cross over 靈王府! 靈王府是鬼怪的節目! 所以我們就會重點說多一些 與鬼怪的東西有關! 還有剛剛! 新年又講一下星座啊! 講一下新肖運程啊! 各方面那些! 風水啊! 因為這是我專業! 我專業! Anyway! 那所以呢! 好了! 那些過完了! 所以現在是新年頭! 但是新年頭我們就好像 一開始我們就馬上講 講一些鬼鬼怪怪的東西! 但是慘得喜歡聽啊! 那些人! 那你可以怎樣呢! 好了! 所以! 新重要求的東西不可以做! 所以我們今集裡面 都依然是會講一些鬼啊! 那些鬼怪的東西啊! 那樣的! 今集的內容裡面呢! 照舊你分了上集下集啦! 那上下集裡面呢! 包括了我裡面會講一些 嗯! 星際移民錄! 關這些鬼怪怪的東西啊! 嗯! 接著又會講一下這個 靈異事件啊! 靈異事件啊! 這個靈異事件啊! 今集裡面呢! 我就會有兩個故事的! 其中一個呢! 是我自己親身經歷! 另一個呢! 是我!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 香港以前當警察啦! 那我一個舊同期! 他出間的時候 一個親身經歷! 他都手震見到的! 哇! 應該相當精彩啦! 慢慢聽啦! 我們慢慢聽啦! 究竟這段播出呢! 我是不會講給你聽的! 你們自己慢慢看上去全部啦! 是因為我們不想講啊! 哈哈哈哈! 聽啦! 聽啦! 其實呢! 今集呢! 因為新年頭啦! 講一些靈異事件的時候呢! 我今次突然... 不如第一部分呢! 我們先講一下這件什麼呢! 就是說! 好意頭啊! 過年! 過年! 你們拜年! 最喜歡講的一句什麼話! 是吧! 恭喜發財! 是吧! 最多人講的! 我想中國人裡面! 最多人講的說話! 就是這四個字! 恭喜發財! 新年流流當然是講恭喜發財! 是吧! 非常好啊! 是吧! 繼生日快樂之後的另一結作! 恭喜發財! 是啦! 那所以呢! 一開始發財! 你會想起什麼呢! 就是錢啊! 黃金啊! 與金有關的東西啊! 之類之類的! 所以今集開始呢! 其實這個星際移民錄呢! 其實呢! 正名叫做宇宙移民錄的! 那樣的! 發覺啊! 宇宙! 過癮! 星際移民錄! 好像威慢一點! 不如星際移民錄! Cover的地方大一點! 是的! 那個感覺! 宇宙移民錄好像... 宇宙的樣子 那個名字好像太過... 偏向了只科幻的感覺! 那星際移民錄呢! 有時候不一定是科幻的! 就是可能... 天空之下! 所有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都可以在這裡面講的! 哈哈哈哈! 盡收眼簾之下! 是的! 不如都是星際移民錄! 因為anyway! 我在雙星島那邊的節目 我都是叫做星際移民錄的! 都反正都是啦! 不爭氣啦! 免得搞那麼多東西啦! 我發現我自己亂呀! 在那邊做的兩邊不同的節目的時候 我怕會搞亂呀! 所以呢! Sorry! 我懶! 那星際移民錄啦! 那這次星期錄了... 正常而已! 一聽這裡就未必聽那邊! 是! 我們要去保障我們海外聽眾的權益! 是! 因為這個節目很搞笑地呢! 雖然我們在這個三盤子做的節目 但是呢! 聽眾群呢! 是以海外的聽眾佔大部分多的! 我們喜歡隔山打吼! 真是莫名其妙! 是吧! 但是我Local這邊的聽眾 我的聽眾朋友啊! 那些呢! 就會聽回我在Local這邊做節目的時候 這邊的Local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那些講的東西啦! 本地的人都已經不聽我們本地的節目了! 哈哈! 因為本地又遇到別人聽到我! 哈哈! 就這樣說! Anyway! 講到自己好像很威風! 簡正威猛的! 是假象來的! 講出來都嚇倒了! 是! 現在講的都有點心寒! 不是! 是講出來你口頭時 講出來人笑狗都廢! 我不敢亂講這句就!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的! OK! 那今天開始新年流流 我們就講完一輪廢話 笑著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講這個 星際移民族會講些什麼呢! 這樣! 有個金字頭出著這個 金字頭這個聲音 會好像好一點的! 金融管理? 金融管理這麼high? 哈哈! 成分其這 origin 聽到這麼激 reviews 不要以為自己在講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 都實在好厲害的! 我不 ост的好險 因為今天這個星際疑問咯 這次我都非常想和大家分享 這些明明文 雖然我知道很多很多人 是會聽過關於這些 因為喜歡神秘的東西的人 一定會去研究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世界地球上最大之謎 因為甚至乎傳到就是 火星又說有發現,月球又有發現 在金星上面又說會發現到這些建築群 簡直是一個星際的地標 是的,就好像我們地球的 這個是我們這個太陽系的地標 其實呢,最近前一輪的新聞 上年年尾的時候,就有一個新聞 科學家發現了另一個 在我們這個銀河系裡面 找到的另一個 跟我們地球的這個太陽系 同樣地出現有多個 兩三個行星在這裡的一個太陽系 即是發現了另一個太陽系 因為以往呢,一向我們找到的其他太陽系裡面 通常都是只發現到一至兩顆星 在圍繞著太陽來飛的 OK 而這一個呢,是首次找到超過 六七個 的不同的行星 來圍繞著太陽來飛的一個太陽系 哦,即是跟我們這個 我們所謂的 這個地球的太陽系 差不多了,近期的數目差不多了 有六七顆這樣 所以就很開心的 但只不過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說呢,他們那七個行星呢 都全部呢,就比較屬於那些 隔得比較近的 我們在天文學裡面呢 發現這些所謂的行星系呢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 講法就叫做 色居帶 色居帶,是一個中文譯名來的 英文那個說法 我就...廢話說了 英文不厲害 色居帶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什麼... 那個... 大家不記得那個名字 有一個專有名字 Anyway 那意思就是說呢 那麼多的行星圍繞著那個 太陽來飛當中來說呢 有些會太近 太近是不適合生命居住的 OK 太遠又太冷 也不適合 你的意思是太近的 太近太陽 是啊,太近太陽 那些氣溫太高 所以未必適合生存 一些離得太陽太遠那些呢 又適合不到 即太冷又未必適合生命生存 就算有了很多呢 通常因為太熱和太冷呢 對我們現時 地球人 地球科學家 以他們的想法來講 即是以他們的認知的學理來講 就覺得太熱和太冷呢 是不會有生物存在的 就算有 都只是低等的生物而已 嗯 即是譬如我們在火山口 找到的生物 在地底 在深海裏面 最冷的地方找到的生物 或者是冰 那些冰川下面 最冷的地方 找到的生物 全部都是很簡單的 比較... 低自衛 低自衛一點的 原始一點的生物 有的 只不過不會有高自衛生物 是這樣的意思 那所以呢 這個色居帶 就說 適宜可以衍生這些 繁衍一些 比較高自衡 或者高等的 動物 生物的一個 居住的星球 OK 所以那個星球 就是叫色居帶 圍住來飛的 新... 星球 真的... 不清醒 不好意思 因為有少少... 這陣子太累 工作太累 整天不夠分 所以今天路是轉不到 不好意思 但剛才大師你說 地球人找到 有幾個這樣的太陽系 找到一個 最近找到多一個 而這個太陽系 跟我們有少少不一樣 就是說 它那六七顆星 我們地球呢 包括了我們的火星 我們的地球 還有金星呢 在之前來說 都屬於偏向叫做色居帶 是 即是適宜生命居住的 但是後來研究了 就知道了 金星那邊呢 因為長期有一個 很大的大氣層 包住了 裡面落著酸魚 所以呢 所有生命都很難在那裡形成 但是是不是 一早已經是這樣 還是 就是... 發生了之後變成這樣呢 暫時科學家 是還未去 檢查到那個結果 另外 再近一點 就是那個... 火星 我們大家最熟悉的火星 那麼火星 我們現在很多科學家 拉薩拍了很多 探險船 去檢查過很多 都知道 都可以確定到 大概一百萬年前 的火星上面呢 依然是應該還有水 流動的水 很多流動的水 還有可能還有植物 就是說 其實呢 都算是屬於一個 叫做 可以... 叫做 叫做 是可以... 怎樣的呢 是可以適宜生命去居住的 一個星球 但是後來不知道 可能磁場 流失了 就變成了 好像不太能夠 可以這個... 現在的火星 但是... 都不能否定 它現在是沒有生物的 是啊 雜誌還未找到 一定沒有 它不能否定 是啊 但是anyway 總之 這些叫做 適居大辣 即是來到地球 地球和太陽之間 一億五千萬里的距離 剛剛好呢 就是可以... 溫度 氣溫 太陽所謂的 能量的輻射影響之下 剛剛可以被生命在那裡 在那裡繁顯 然後可以微滅殺了 我們所有的生命 那樣的 所以呢 這個叫做適居大辣 OK 而新發現的太陽是呢 那些星呢 就全部呢 就很close 那個太陽 OK 它連續七顆 每一顆都選得很近 也都全部靠近太陽 最遠那顆 都遠不過 火星和太陽的距離 如果按照這樣的 估計 就應該沒有生物 是啊 如果以科學家的角度來講呢 現在我們認知的角度來講呢 就應該沒有生命可以存在的 只不過就是開心地就是 終於發現了 跟我們有數目相同的太陽鞋出現 這個意思而已 我以為開心就是 人類可以有個地方可以千居 但是呢 有一批科學家會這樣想的 因為呢 在科學界那邊來講呢 它會有一個說法就是 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那個 宇宙膨脹的理論 嗯 那就是說呢 每一個行星系 所組成的時候呢 就是太陽這個中止星啊 爆啊 這樣子之類的 就形成了一個 其中一個形成太陽之後呢 其他那些 散修修的碎石呢 就再慢慢向散 再重新磨合 變成一個星球 這樣 慢慢向外擴展的 那如果 舉個例子 如果發現的這個太陽 是剛剛形成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 它們的星剛剛彈出來 未彈得夠遠 等了多久呢 是啊 可能是幾十億年 可能會大遠一點 那時候可能呢 就可以適宜有生命居住了 這是有其中一派的理論 就會這樣說的 究竟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啦 拭目以待啦 或者我們這代人是看不到啦 不知道幾多代的人才看得到啦 就是Whatever 都是一個幾新的發現來的 那就是 就是我們人類的科技越來越進步 所看到的東西 就越來越厲害了 可以find out的東西 就越來越厲害了 這個意思的 而只不過就是說 好了 我們不要扯到這麼遠 去說別人 我們有些 啊 雖然是相隔很遠的 那個太陽 雖然是找到的 我們是絕對去不到的 現在去不到 對 但是以現時人類的科技來講 以我們認知的角度來講 我們是去不到的 嗯 但是我們不認知的角度之間 可能去了我們不知道 哦 去得很快 對 因為為什麼呢 之前有讀西片呢 都有做過的 然後也是講的 他們找到類似星星星星的 真的是 就是在地球上 每一個地方 都會出現一個 這樣的星星星星的 是的 其實這個 一向很久以前都有這個傳說 流傳到現在 只不過一直就是傳說 譬如在印度 很多古文明 譬如印度 埃及 他們都說 他們那些地方 當年有這麼繁榮的古文明出來 這麼高科技的文明出來 是不是因為他們曾經有個Star Game 所以外面 再遠一點的高智慧生物 可以穿過那裡 就來到這裡教他們的東西呢 這是一個說法 一個傳說 究竟真還是假 我們不知道 而這個節目也不會和你慢慢去尋憂探 發掘這個真是假的 因為這個是純粹吹嘴搞笑的節目 你要聽那些 什麼 很長篇大論 有論文的那些 你就看那些專業一點的 不適合你的 那些科畫節目 不是我們做的 那些是可以的 測試的就不關我們事 我只是說我的故事 好了 這個Star Game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 好了 我就說過了 我今天 其實要說我的主題那件事 就是說 全世界 在我們地球上 已經有很多地方發現這樣的建築群 而去到 有些人 甚至說那些所謂的天文學家 那些法師就說 哎呀 火星又發現到 月球又發現到 是什麼呢 大家其實聽過都知道的 金字塔 嗯 所以這次的東西呢 其實一點都不新鮮 喜歡聽神秘野的聽眾來說呢 一定聽過 而且可能他手上的資料已經非常豐富了 是吧 因為很多的 那我只不過呢 這次我想重點說一些比較特別的 還有 我都說了 我這個節目是入門版來的 永遠都是神秘野的入門版 是給一些真的從來沒接觸過 例如好像阿爪那樣 以前你很少會認識了我這樣的怪人才會留意這些怪事的 因為阿飛兄阿爪呢 是一個很踏實的一個 你可以以為踏實 亦都可以將那個踏字變成一個笨字 是一個實事求是 實幹情的一個社會人 就這麼說 是吧 所以他一邊 我認識這麼少人 其實原來真的不少人是很少留意這些東西的 那我這個就是入門版 是給一些 第一次接觸 又想聽 因為可能本來你自己平時只是聽開鬼故而已 從來不聽這些的 突然間以為我這個節目說鬼故 按了進來 不過意 按出來聽 真的不好意思 大家 這麼久都沒有鬼故說的 有有有 有 不是這部分 有有 有 有 是的 我們什麼都說 變成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 今次講科幻東西 神秘東西的時候 那你就當成一個入門版的認知一下 那今次看到什麼最基本的資料 那我就當一個介紹式 介紹完之後 將來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再找其他這些 這些專講 這些古靈精怪的節目來看 你就會更加容易掌握到人 因為現在呢 外面如果再有人要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一講就講到很新 或者講到很新發現 那些新information的了 那對於那些 完全之前沒有接觸過的話 那你一看就有什麼的事情 那之前發生過的什麼事呢 你可能是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試過 我准時跟他說 你知道全個金字塔群 現在最新的 最早幾年的發言 他們終於發現地底是打通 可以通過所有不同的金字塔 那它就 這是怎樣 它之前還沒有接觸過 那什麼不是的嗎 那它完全是對金字日墓認識那些 它不覺得有多麼特別 或者 它會覺得 哎呀 那麼神奇呀 之前是關於什麼的 沒頭沒尾 就去聽 可能會比較對那些人來說 發生什麼事是不知道的 但我們都留意慣 說 嘩 這麼厲害啊 我們留意開嘛 剛剛我們看到那些節目就說 嘩 這麼厲害啊 所以這也是那句 吹了很久 吹了差不多20分鐘 才開了個頭話給人聽 今天我們說什麼 我們說金字塔 說你死了沒有 人家就扔招了 不會 隔著個屏幕 扔招的時候就自己損失了 今天 今集我們開始要說的 主要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金字塔 其實金字塔是一個罪障 因為金字塔 其實我想由金字塔掛在埃及古文明上面的一些種種 你估計不到 或者你可能未聽過的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新一些 或者舊一些 總之我新生舊舊的一集 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埃及這個古文明 究竟是什麼事件 一個這麼特別的一個神秘的文明呢 好 我們慢慢 轉頭 我們待會 先休息一下 聽聽我們的客戶廣告 會做到節目時間回來 我們正正先開始到這個 有没有试过想投宝买客 谁知道送错了大小 有没有试过想让座给大妇妇坐 谁知道她告诉你她只是胖了 因为人生还是充满污吏蛋糕 我可以用猫 我可以用脸 我可以用脸 没有眼泪 只有口对着她吹的气 长头发肌 是笨住她 慢点慢点 我们不是两钟走去 就只是 你不可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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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來了 回來了,大家清楚了,看到我們 是的,這個畫面清了一點,依然是比較暗一點 燈造成了,這個特別效果不是有的 只聽我們原天頻道第13台才會有的 不負責任的,這個什麼效果,你叫不負責任的效果 我不是這樣看,我只是覺得這些是聽眾的利益 別人看不到 OK,我們回來就開始講金字塔方面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埃及這個東西,埃及的古文明已經發展了很多千年 很N千年之前的一個文明 這個文明裡面曾經最令人驚訝的地方 多過於他們的建築物,譬如金字塔 因為周圍都發現到的 其實金字塔這裏其實不是屬於埃及的獨有產品 因為其實全地球不停找到的金字塔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墨西哥那裏有一個 是的,墨西哥有很多個 墨西哥那裏有很多個 墨西哥那裏有很厲害的 馬鴨民族有很多個 馬鴨民族有很多個 而在我們中國的三星堆那裏也有找到 其實很多床的西哥各地都有類似的金字塔形式的建築群 那是不是大致上大家所建築的時間 都差不多都是那些時間裏建起的 那究竟是當時的人類是很流行的金字塔那裏模式的建築物 還是剛巧在不同的文化當中都有人走出來教他們去建建一些金字塔形式方面的建築物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高一點 因為當時是不知道每一個地方都不知道大家有些什麼流行的東西 你說如果流行的,一起流行的,那大家有聯繫 就是每一個聯繫,但是希臘和中國是沒有聯繫的 是的,所以當時幾五六千年前,甚至超過一萬年前那些 他們當時沒有那麼方便交流資訊的 沒有得上網絡,沒有得上網絡,沒有得上網絡 你們的國家流行的什麼,我是不知道的 為什麼大大小不同的商界幾千萬里的民族 為什麼他們有相同的建築物呢 到後期再跨一些,有些人說 在月球又發現到金字塔形式的建築物 火星又看到金字塔形式的建築物,越過越厲害 金字塔,又說金星裡面有很多金字塔建築物 說得神神化化,究竟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我沒有親眼見過 只不過聽回來這樣說是有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親身飛上去看過 所以不可以確定給大家聽 是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唯有說回地球有的 但是因為金字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知道為什麼一直以來這麼多人覺得金字塔神秘 好像阿澤是第一次接觸聽說金字塔的神秘 你舉個例子,你知不知道金字塔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地方 會來,覺得是神奇很神奇很神奇 其實我看過一套電影,一個series的電影 是Mummy,我也很喜歡這套電影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那也是知道,我記得我第一次看電視 那個電視節目,我忘記了是什麼 是一個好像一個電影 是一個西片來的 當時我記得最驚訝,我第一次接觸 而是我覺得那時候很小 我記得最驚訝我的就是什麼 他們說那個金字塔的建築師 即當時扮演的建築師 就跟法老王做了一個模型出來 他在那個模型,金字塔模型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墳墓 建出來就這樣,有什麼特別設計 就不會有人可以度墓 為什麼呢?他就馬上示範了那個模型 就拔一塊應該是磚的東西 但其實是一個木 一拔出來之後,整個金字塔的位置 即是之前的入口就全部被封死了 被沙封死了 整個好科幻式的作 那一刻,我記得我那時候很小 我看完之後,嘩!這麼厲害啊 這件東西 你知道男生更加對這些機械的東西特別 是 看完之後,咦!這麼厲害 之後呢,後來就大一點 就看Mummy這部電影 Mummy這部電影 就給我感覺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裡面有很多蟑螂 有什麼怪蟲 有什麼怪蟲 很特別 所以我就覺得,咦! 有這樣的事發生 裡面就給我感覺到 還有再加上後期再看到一些 他們法老王 怎樣去把棺材放進去 而怎樣放進去之後 是 他們的通道是怎樣 因為到現在為止 以我所知 好像進不去 也就是 還有一個咒語 就是說誰進去就死誰 對啦 很多這些傳統 對啦 因為太過複雜進去 所以他們用現在最新的科技 去探測裡面 哪個位是空心 哪個位不是空心 而做一個模型出來 去告訴別人 裡面是怎樣的 嗯 嗯 所以其實呢,整個今次口 這是 事口的人 穿了附在座的故事 去支援那些神秘的東西 因為這個神秘的 因為他整個 這個 這麼說 金字塔的存在 本身是一個很大的謎團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謎團 因為有多奇啊 有多迷啊 如果你真的第一次去拍這件事的話 我告訴你 你會覺得很迷 如果有些聽慣的 你會覺得 一早就知道了 怎麼可能會這樣 一早就知道 你不用理我 你當我說廢話 不過呢 我有一個態度 就是因為我溫故之身 就是大家 再remind你們 對金字塔的神秘的記憶 然後我下面再講一些 比較新的 更新的 更新的 資訊 希望你們未聽過 一起去分享一下 這個意思的 好了 金字塔的建築 本身有很多謎團 第一個謎團 首先 無論在埃及的金字塔也好 全世界在地球上找到 只是埃及那邊 已經超過110個金字塔 這麼多? 是啊 不是只有那三件的 全埃及找到的 大概有110個 座底 有些相對說 最近用的高科技的透視探測 就是在最大的 胡夫金字塔群 那一堆 那堆金字塔的底下 肥塵 地底下 還有另一批金字塔 在底下 那會不會裡面有很多寶藏呢? 所以整個埃及有很多金字塔 而全世界加起來 超過幾百個 因為 馬雅那邊 馬雅文靈那邊 已經有很多金字塔 最出名的 太陽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那幾個 還有那個 那個 不知道什麼 因為為什麼 那是一隻 最大的 翼龍的翼龍 那個名字 就是跟那個金字塔的名字 因為在那個地方 附近發現 最巨型的翼龍 所以用那個名字 那就是神風翼龍 很出名的 那神風翼龍 是的 英文名字 我不太懂得發 大家不太記得 那個名字 那些 很刁鑽 那個名字很難發 因為他譯回馬雅文靈那些 那些名字 那個大金字塔的名字 去改那個翼龍的名字 而他們那邊的金字塔 他們的功能有少許不同 有少許不同 但是一樣充滿神秘性 什麼神秘呢 首先他坐落的位置很神秘 因為 無論在埃及那邊也好 在這個 馬雅那邊的文化 那些文明的金字塔裡面 他們都說自己的金字塔 就是世界的中心 是大地的中心 之類的意思 OK 所以選擇在那裡 建金字塔 就是一個文明 在一個正中間 好啦 而 拉 南美洲那邊 馬雅秘魯那邊 那些金字塔 那麥西哥那些金字塔 那些馬雅文靈 印第安的金字塔 他們的中心點 就是地球尺度的中間界位 中心點的意思 而在埃及那邊 就是大地上的中心點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 這是令科學家 另一個解不出的謎 如果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 用電腦做了一個模擬 就是說 如果將五大洋七大洲 排除了海面 組織在一起 即是如果像古大陸 圍在一起的話 變成一塊大陸的話 金字塔 尤其是胡夫金字塔 建築的地點 就在這塊大陸的正中央的位置 這麼有趣 畫一條十四思路 是正中央的 好啦 在古代埃及人 他怎麼知道整個大陸分散之後 大陸之後拼起來 那個板塊 剛好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中心點 他們怎麼都可以計算 撇除了海洋之後 那個總面積拼起來 就是那個中心點 這件事真的很難估計 對 這已經是一個科學家 暫時沒有辦法解讀到的謎 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這個所謂的中心點 因為這個是地上的中心點 所以他們在這裏建築金字塔 其實我覺得很恐怖 為什麼呢 這件事 我們解釋不到 為什麼他們知道 即是說 他可能還有很多這些知識 而我們是未知道的 是啊 這個只是開頭 他只是這個座落地段 就已經是一個謎 OK 好啦 跟著呢 另一個謎 很多科學家都覺得很驚訝 就是什麼呢 金字塔 無論是私生人面像 金字塔 或者是馬亞那邊的金字塔 他們建築的地方 都是一些地震大的地方 附近都是地震大 但是經歷了五六千年 甚至過萬年的時間裏面 都震散 經歷過很多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地震 但是這些建築群 是從來沒有想過的 這麼有趣 那你想想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 什麼工具 做到防震 那這麼好東西呢 因為他計算好 怎麼震都震不到那部分 哈哈 這個真是很特別 是啊 這個也是科學家 是解釋不到 為什麼可以這麼精準 還是為什麼會震到幾千萬年 震成這樣 都沒有想過 第一個最可疑的疑團 就是說 他怎麼知道那裡是地震大呢 他們不知道那裡是地震大 他們不知道那裡是地震大 在那裡 然後又震不震的 這個又是另一個 他們覺得 他們怎麼計出來 是怎麼知道的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謎 好了 再深入他們 再研究這個金字塔 又發覺很多震秘的 兩邊 無論是馬雅文明 埃及布那些 金字塔都有相同的數目出現 嗯 例如呢 例如很簡單 我們以我們所熟悉的 埃及布金字塔 這個地機的基礎 那個底線的長度呢 剛剛就是365.24米 是嗎 365.24米 大家聽過之後是什麼 一年裏面的 對啦 就是剛剛好一年裏面 那個數 就是365由四分之一人 是啊 是啊 即是他們 是剛巧得那麼巧出來 是這樣的數 還是他們刻意去記載著 一個天文歷上面的 一年365由5.24日呢 一定不會是剛巧得那麼巧 那麼多飛機撞子要 是啊 我覺得應該有些東西 可以令到他們會用這個數目 馬雅的太陽金字塔 呃 月亮金字塔 他們的大金字塔 那個建造呢 是每邊呢 就有 每邊就有 每邊就有幾多級樓梯 我等一下不記得 是 總之四邊加起來 就是剛剛那個樓梯的級數呢 就是364 級樓梯 加起來 最頂 最頂的那層 剛剛是365 五日 而呢 埃及呢 馬雅文領呢 最早的事呢 是很久的事呢 他們已經知道 一年是有365日 但是很有趣喔 他們的日力呢 就用200多日 為什麼呢 他知道地球是365日 但是他用計算日子的力 一年也是200多日來計算的 有沒有潤年呢 他們 而這個200多日呢 是 某一個星球 位於太陽的一個周期 即是他們 在那個星球呢 一年就是200多日了 而這個星球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屬於位於 在這個 聶湖座 或者天王星那邊的 這個星球 嗯 好了 究竟是誰呢 這個 因為這裏的資料 我大概記得不太細緻 因為我也是 因為看得太多資料 對不對 那麼有機會再慢慢 細 如果有些資料 我趕到去 拉美 南美洲那邊的文明的時候呢 我有機會去解釋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一下 因為我主要今天是講 回到埃及 即是他們 相約地 他們都知道 365日這個數字是一年 他就拿這個數字來 去建築金字塔 你看這一部分 你都覺得 他們那幾千年 你記住 我們立定現在 是用1365日子 是近這幾千年 即是近這幾千年 甚至西元二千幾年 才開始 哈哈 所以就是二零幾年 即是 我們西元前三年後 我們去計算 一年三百幾日 但在五六千年前 他就已經計算到 一年是有365.24日 即是說他們那時候的知識 基本上應該是 比我們現在更加豐富 只不過是 失敗了 是的 你記住 他們所有古文明的 他們曾經的高科技 遠遠超越我們現在 現代人 可以想到 計算到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們的數字 是很精準 就算有很多東西 是現代人 用回現代科技 去模仿他們去做 或者去建築的 很多都做不到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 這個已經是一個 厄堂的 一個 一個 還有因為什麼原因 這些資料 或者這些知識 斷了 這個是 最難解釋的一個地方 因為怎樣 很簡單 如果這個智慧 是由他們本身 古代他們的祖先 慢慢發展出來的智慧 的話 他們會承傳下去 對 後代是應該會繼承下去 繼續會發展 因為越來越厲害 但是他們去到一段時間 就停了 沒有了 沒有了這些資料 沒有了這些資料 甚至乎 連記載怎樣細節 怎樣去建立這個金字塔 是沒有正式的細節記載的 如果當時 如果有細節記載的話 今時今日的科技 就不用那麼辛苦 各有各自的立論 各個立論 咬一口 咬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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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如果當時的科技 可以 carry forward 來到現在 現在發展到 就已經可以 跟所謂的 外星人可以 多高低 是啊 那為什麼會沒有呢 有一批的說法 就會這麼說 當然 很簡單 本身一群猴子 我的高科技 人類去到這個地方 教那群猴子用一些技術 那群猴子都算是聰明 學了一些技術 但他一天只是 衣揚畫胡蘿 我教他做的 不是他自己自身發展出來的 有一天我走了 那群猴子 跟我學那群猴子 還記得怎樣去做那件事 但他們後代 因為他們沒有那些知識去傳授 他們就只是衣揚胡蘿做的 那後代 極其量都是有樣學樣 學過模式 但中間那些精密的計算 他們就完全不會知道 那個精稅他們沒有在那裡 是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想 你就可以解釋到通 就是說 如果這個文明本身 不是由他們自身發展出來 是由外來 教曉他們的文明的話 那就變成這樣 還有再加上 後代那些猴子 就掛著 吃喝玩樂 打關斗 就像這樣 反定海神 是的 所以他們很有趣 我先講講 關於埃及 最基本的 他們發源的 一個故事的傳說 當初有十二個神人 在天上下來 教他們當地埃及的民族 知識各方面的東西 這是埃及的傳說 有十二個神人 OK 和這個 在其他 在其他 不 sorry 十個 十二個 因為我已經撈亂了 因為馬那邊 不知道十二個 還有十二個 中國就有十二金人 就是秦始皇那時候 全部都說法一樣 都是在天狼星 或者獵戶座那邊 下來的一批神人 教了他們很多東西 不同地區 都有同一個傳說故事 同一類似的傳說故事 那你就可以覺得 就是說 又會這麼巧 那麼多老鼠樓貓 最妙妙的 哈哈哈哈 這個我喜歡 真的顧你不到 對呀 所以說 喂 那麼巧 都會有這樣的傳說 所以為什麼我會很混亂 因為我聽太多 類似的傳說 一邊是十個 一邊是十二個 總之都是那些人 以及你也說 不知道是十個還是十二個 我也不太細緻記得 因為我記性真的很差 因為知道太多 我看完之後 就不會見得完 所以你要看回 很精進資料 很專業的 做了調查報告的 你聽聽那些專家的 那些 這個是入門版 都是那句 我們照顧那些新聽眾 是啦 好了 那麼這個十二個 那金人 對不起 我都亂了 這就是天神律 教了他們的智慧之後 最後就有幾個 留在這裡 就開始成為他們的統治者 是這樣的 好了 那麼當中第一個法佬的時候 第一個法佬王出現的時候 就建立了整個埃及王朝 教了他們很多的知識 天文學 那些知識 奸眾 等等 好了 跟著呢 當中裡面有個 這個法佬 這個法佬 即是這個 天人 這個法佬 OK 他弟弟 謀朝三位 殺了他 因為殺了他之後 他就把他整個身手 切成二十幾塊 大概是二十八塊 二十二塊 就分散埋藏 在整個埃及布各個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有一個傳說 這一群神人 如果是屍體完整的話 他們隨時都可以復活 只要把他身體斬到一件件 分散狀 他屍體集合不到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復活 若然我們找到二十八塊出來 組合在一起 那會不會有什麼特別呢 是的 到了謀前三位之後 就變成第二代法佬 第二代法佬 但是這個第一代法佬 有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 據他們的古記載文化傳說 就是他兒子 最後就報仇 為父報仇 殺了這個叔叔 殺完叔叔之後 就在全世界小時候 找回他父親的二十幾塊身體 回來 組合在一起 然後他父親就復活了 以後他復活了之後 這個父親就下了地獄 就管理所有死者的人 管理命界 就變成埃及的命界之王 這就是他們的傳說 第三代法佬開始 他們的文明就開始建築 而第三代開始 就開始建築金字塔 嗯 即是第三代才開始建築金字塔 是的 即是第三代法佬 才開始正式建築金字塔 那時候大概就是公元前的二千幾年 整個金字塔建築過程 經歷了差不多四千六百幾年的歷史 金字塔 就是建築 但是很受疑期望 據當時的記載 他估計一個這麼龐大的建築 如果以當時的人力物力 如果真的用當時的人力去建築的話 有些現代建築學學的專家 譬如有一個西方的史學教授 博士之父 叫做希羅多德 這個教授 根據研究 在二千年 即是剛剛千年重的年代 就出了一個報告 如果以他們的說法 如果真的用人去建築的話 限定一個金字塔 就算會動用三十萬人 每十萬人一批輪流去建築 我當他們現在所有的 現在很多專家有自己的說法 是怎樣建築 又說水運法 又渣堆法 很多說法來建築 我記得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他們說一塊木 放在底下 一塊塊磚 這就是後期的東西推翻了 為什麼要推翻呢 我再解釋 總之很多種說法 就說自己的說法最厲害 最應該是這樣建築 我當你是真的這樣建築 二三八年都建不完的 建得來那個法老三世已經走了 是啊 為什麼法老王要建一個 他自己沒有機會用的金字塔做墳墓呢 慢著 那那個 金字塔裏面撞那個 是第幾代的法老王 當然 他建完之後 就是 之後呢 到之後幾代之後 建完之後 就撞回那個 就是 千二花 那這個又是你的謎 你怎麼移進去呢 因為你建完之後 才移進去 就是一個難度的東西來的 因為他們暫時還未找到那個通道口 是 那好吧 所以很多很多這些謎團 也是解釋不到的 為什麼你要用七八 最長的那個 估計是建了七八年 胡夫金字塔最大 說他建了七八年 用七八年的時間來建 喂 七八年的時間來建了金字塔 阿伯水去撞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是撞了第四世的那個 胡夫法老的 Anyway 其實他要很早之前 就知道預計 將來要撞到那裡 一神那麼多 要先建立 但是他要在後期才移回去 那好吧 這個好像 全部的數 這些日子計算 是完全不合理的 很奇怪 為什麼 你現在建立一個 給後人呢 嗯 是不是 這很奇怪 最快的那些 最快的那些 起碼要建八個八年的歷史 用一百年時間才建完 這樣 那些小的那些 那你 哇 之後我一登機 我就要先來建立 哈哈哈 但是我沒有一百歲的 哈哈哈 等幾百年才撞下去 這個全部是一個 完全是不合理的 的做法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 令到霍家很拱頭 搞來幹什麼 哈哈哈 很好搞笑 其中一部分來的 好了 這些全部都是 那些周邊的東西 其實都算是周邊的東西 都未到是什麼 好了 我們上集這一節 又完了 那究竟呢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都未入正式氣肉 哈哈哈 放心大家聽眾 是有鬼故的 哈哈哈 可保證 所以 這個 金字塔的 我們叫做 溫故資深金字塔之謎 哈哈哈 只是一部分 開了個頭 那麼 下一次 下一集 我們有機會 下一集 再下一個節氣的 哈哈哈 先我們再慢慢說 是啊 這個銀行照鏡 我先要再說 他真的說氣肉裡面 他真的那些比較實質 所在的數據的 一些謎團 在裡面 還有一些新方 新資訊 最近這十年拍了 Final的一些東西 那麼到時呢 在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 好 一會回來再聊過 對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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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